在太宰府天马宫附近 有一个秘密景点 我们就跟着特派员 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想恋爱 想结婚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福了 因为这里是福岗最著名的恋爱神社 造门神社 在前往造门神社本店的途中 必须经过一小段的登山道 登山道上一片绿意盎然 让人心情开阔 若是到了秋天 这里就会变身为 著名的赏风圣地 造门神社 是福岡著名的恋爱神社 特派员在这里诚心参拜 祈求恋爱运提升 而在本店旁 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测试你的恋爱运势 这是爱恋的岩 从这里的岩 向前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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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特派员就要亲自走看看 到底结果如何呢 可爱 有点可怕 歪了 大家不要以为这看起来很容易 就实际上你走真的会走歪或是你知道 因为看不到前面真的有点恐怖 但大家对恋爱就是要勇往直前就有可能成功 如果失败也没有关系 神社境内的办事处也有在贩卖祈求恋爱成功的各种御守 这里有许多种类的御守 另外还有像台湾拜月校老人所求的红线 我们看 你可以绑在手上或是变成项链提升大家的恋爱运势 这个贩卖御守的地方是纪念造门神社1350年大祭石所建造的 并邀请世界知名的室内设计师片山正通设计内部装潢 使用粉红色和白色的大理石墙面 点缀着樱花图样 摩登又典雅 除了御守之外 你也可以在这里购买祈愿签 在签上写下心愿 再将签纸绑在幸福之树上 祈求愿望成真 刚刚在这个纸上面写好的愿望 现在我要绑在树上了 希望可以成真 哪里呢 弄就好了 像我们神社和天满宫之间的距离并不远 因此到这里参访 可以同时祈求智慧和良缘 两个愿望一次满足 活动美食种类非常丰富 一口尖角当然也不能错过了 我们进去吃吃看 今天来的这间店 就是铁锅尖角的元祖店 店内好像有人 在等着我们的特派员 董啊 你好久 我快点开始吃吧 你怎么能出口 你没有到处都看得到你 这里的铁锅尖角真的很特别 有种不同的味道 所以我们一直吃这个铁锅尖角吧 OK 铁锅尖角是深受在地人热爱的 平价美食 一口大小很容易品尝 让人想赶紧大快朵银一番 这样美味的一款饺子 你不觉得很适合来一场 台日到位玩比赛吗 你说的喔 好 欢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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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来 八个 你应该OK吧 是 我OK了 OK吧 好 好 好 我的 好 来 准备六 八个 好 这次的是为大卫网友一赛 游客派员挑战日本旅游达人 吉田先生 那就开始比赛吧 这样太不公平吧 我女生呢 我女生呢 怎么可能 你要放水啊 太过分了吧 好 来比赛 好 开始 两位选手毫不犹豫地开始猛吃 全力冲刺 大家比较小看这个一口煎饺 它里面满满的都是馅 而且很烫 大家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动喔 好 我帮你吃的 不能出去吧 刚做好的铁锅煎饺 真的非常烫 看几天先生都烫得说不出话来了 马上就想配啤酒降温 喝太多了 真的很舒服的感觉 再给我走 感觉 比赛人就如火如荼进行 两人一口煎一口 铁锅中的饺子迅速消失 不过两位好像速度开始变慢了 大家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口煎饺 它里面的馅真的是满满的 而且我刚刚只吃了四个 我就觉得有点饱啊 但是大家知道已经吃了 就应该有十个了吧 我想它现在应该饱到爆炸 特派员现在要进入最好重刺 一口煎饺加一口乌龙茶 饺子就快要吃完了 最后一个 最后二十几个 最后一个 我要赢了 等一下 不要赢了 慢慢吃吧 慢慢吃 很冷很冷喔 快点 好 然后等你一下 好 好 谢谢 两位选手都敬请享用了美味的煎饺 这场趣味大胃网友仪赛圆满落幕 看特派员和齐田先生 吃得这么津津有味 这个铁锅仙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间店是由老板三甜信义创立 从路边摊起家 至今已经营了五十年 店内墙上装饰着各界名人的签名和照片 证明这里的好味道 连明星也爱来吃 老板娘最后热情地欢迎台湾的观众朋友 来这里做客 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来这里和老板娘聊聊天 吃吃饺子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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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